大家好,今天将会是我们新一期的这个IDA良一七友的期货周评 3月18号到3月22号这个期货市场 我们会来看一下上个礼拜的走势如何 然后我们也会分享一下就是说下个礼拜我们要怎样在这个五个市场上做操作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IDA已经有推出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Live Group就是一个Private Group 在Private Group的里面它是Terry边买的 然后我们会有更多的那些Live Coaching 就讲我们会在Live的Market来教会讲操作 然后有什么信号或者是一些即时的新闻 我们会在那边跟别的Trader来做交流 如果有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的号码011-5353-7589 来了解更多详情 然后这个至于我们会有一个短期的课程 一个一天的课程而已 然后会教怎样Trad 怎样交易FKLI 然后好消息是 你就是上我们这一课的话可以有50%的Discount 然后也有Free一个月的这个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Private Group Free一个月的Private Group 50%的Discount 所以相当之划算 日期会在5月4号早上10点到下午5点 在我们Shark Alarm的IDA Center OK 同样的如果是对这个课程有兴趣 联系我们的电话 011-5353-7589 OK 在这个video的正下方有我们的这个Channel的Link OK 也包括我们的YouTube Facebook跟Teregram 而这一些Link Join都是免费的 都是免费的 OK 所以就讲说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期货的话 可以Join我们这三个Channel 我们会有Share一些Trading的Idea跟一些Market的新闻 OK 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comment或是PM或是联系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电话号码 OK 如果是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也欢迎你们多多like跟多多share来支持我们 因为我们想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期货交流平台 OK 而且是免费的 所以话不多说 我们来进入看一看上个礼拜的市场走势 还有下个礼拜我们要如何操作 OK 同样的这一条直线啊 黑色的直线就代表着上个星期一 也就是3月18号 OK 这个第一个我们来看马来西亚的指数 马来西亚的指数将会在这个星期五十九一天 就是三月份的期货 OK 就会在这个星期五截止 所以啊 可能可以开始看一下或者是交于四月份 OK 我们可以看到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第一天反弹了过后 然后动到Bollinger Band的中间线就一路下滑 所以很有可能会再是一个继续下滑的一个趋势 以上 OK 这是天的图 OK 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个潜在的 啊 Head and Shoulder的这个向下的信号 还没有形成 跌破 怎么看一下 跌破差不多1645左右 就会形成这个信号 所以如果在跌破1631.5之前的地点的话 OK 就会触发更多的这个下跌信号 所以是一个比较横摆偏下的一个趋势 OK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这一边天的图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ISI的Bullish Divergence 就是讲说ISI是走上 但是我们的FKI是走下 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个技术性的回升 OK 不过这一点还要 我们要看更多的这个Price Action来做恐怖 OK 因为现在暂时还是一个横摆偏下的趋势 跌的机率是比较高的 你现在来看 OK 一个小时的话也是显示着这样的趋势 只是讲说一个小时 现在ISI从Oversaw这边rebound 所以很有可能会有一个短期的反弹 所以不排除说 他会试探之前的高点166多到168多的这一边 这个区域的里面 OK 所以基本上我会怎样操作 如果是以天的图来做一个交易的信号的话 我跌破165亿就是上个礼拜的低点 我会继续做空 就是做Short Shortsell 然后跌破163.5之前的低点的话 我还会继续做Shortsell 然后再看有没有灰潭的这个波浪 也就是更高的高点跟更高的低点 OK 一个小时的图这边显示 1660的话 会有反弹 试探166多到168多的信号 所以短期交易的话 1660我会先买进 OK 然后同样的还是165亿 就是之前低点的以下 我会卖空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交易FKLI的操作 OK 然后再看当时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我们会update在group的里面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马来西亚中邮FCPO OK 马来西亚中邮从星期一开始 我们看到没有什么波动过后 就是有一个试探反弹 所以上个礼拜其实中邮来说是不错的 OK 不过我们整体趋势来看的话 其实他还是一直在一个横摆偏下的趋势 OK 上个礼拜就只是一个反弹 然后正在试探 61.8这个Fibonacci的level OK 差不多2190 所以必须要有B12190 或者是之前的高点217以上 才会有继续反弹的信号 OK 不然的话就只是一个技术反弹 然后动到61.8这边又再跌回来 OK 所以中邮 如果什么时候来看天图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 技术指标其实是偏弱 但是已经开始进入一个 一个neutral的一个趋势 就是在一个横摆的趋势 所以要买进要卖空都可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短期的图 有什么价位可以让我们操作 OK 天的图可以看到 如果突破上个礼拜的高点 也就是2184 就会有一个短期的买进信号 然后买进的话 我们就要关注这个217的主力水平 所以它是蛮接近的 所以操作 买进的这边要需要小心 OK 一个小时的图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超卖的回调 所以如果是跌破2152的话 短期我会做卖空 然后再看接下来这个 这个price action会高速过怎样的信号 因为整体其实是在 在sideway to lower 就是横摆偏下一个趋势 OK 所以基本上 中油的话 2184以上买进 然后再观察这个很接近的这个主力 OK可以突破的话 我会再继续买进 OK 不然的话就是 这边回调我会做空 或者是跌破2152我做空 OK 然后马来西亚的就是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的三个期货市场 我们先从原油开始 OK 原油可以看到 其实上个礼拜并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起了过后跌回下来 很难得的有突破新的高点 OK 但是又很最后一天的时候 半五很大力的拉回下来 OK 所以有可能也是因为他刚好也是在50%这个Fibor的 Retracement的level OK 所以很有可能会只是一个反弹 然后到这边开始回调 所以这个我要注意 因为RSI也刚好是在超买的一个回调里面 OK 所以天的图 我们看到其实还保持在整体保持在一个反弹的趋势 所以6039以上我会买进 OK 6039以上我会买进 就是更高的高点 上个礼拜的高点 OK OK 如果我们看原油一个小时的图的话 OK 已经开始进入回调 然后在这个RSI的超卖 OK 所以短期操作的话 如果是有更低的低点 就是57.74以下 我会卖空 OK 57.74以下我会卖空 然后59.09以上我会先买进 然后再观察这个之前我们提到6039这个主力的水平 OK 所以因为它是在一个转折点 试探转折点中 OK 所以不管是买进或卖空都可以操作 然后我来看一下黄金 OK 黄金也差不多是在一个一样 差不多的一个同样的趋势 可以看到是一个回谈 但是有开始可能进度技术性调整的一个一个趋势 OK 可以看到老后技术指标其实也差不多在总和 所以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强烈的一个趋势的信号 所以暂时还会 我们预计它还会在这个区域里面 就是1356到1287.5的这边移动 OK 短期的趋势来看到 然后还是慢慢的上升中 上个礼拜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其实也蛮好 OK 就是有更高的高点跟更高的低点 OK 所以基本上突破1326.3就是上个礼拜的高点 其实比 是 看下 是2月 2月尾以来的高点 就差不多是一个月的高点 对以上的话我会做买进的信号 OK 我会买进 然后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天的图的话 OK 天的图也是在一个很neutral的一个信号 所以没有 没有太多的这个趋势的方向给我们 所以同样还是1326.3以上我做买进 跌破差不多1304的这个水平啊 就是刚才之前我们有看到的这个支撑点 1304的话我会做卖空 OK 两个方向都可以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指数 OK 美国指数的话 星期三个星期一到星期五 是表现的怎么样 大家可以看到 啊 美国在一个反 试探反弹趋势当中 然后开始进入一个横摆 可以看到 开始进入一个横摆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从上个星期一 的时候 有试探这个高点 然后又回调回下来 不过整体就是在这个Bollinger Band里面移动 所以还没有 还没有更多突破信号 OK 不过我们看到正在形成一个双顶 所以跌破252465回麦空 因为会形成一个双顶的一个向下的信号 OK 暂时可以看到指标是在综合的 OK 暂时是在横摆 所以很有可能动到这个Bollinger Band的底 然后就是2540左右 然后会有反弹 OK 所以这边要注意 看有没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OK 如果是突破之前的高点 就是Bollinger Band 我们要等它扩展的话 就是26268的以上 我会做买进的信号 OK 所以我们要等待一个趋势的指标 就是RSI会选择一个方向 50以上或以下 然后MSED也会看似跌破0 从0这边反弹 然后Bollinger Band也会扩展 我在等待这样的一个信号 不然的话它其实趋势会比较近 可以能再横摆 OK 不过调整的距离是比较高 因为正在形成这个双低 OK 如果是一个小时的图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上个Bollinger Band 就一天大跌的时候 开始从RSI在炒卖 所以可能会有一个技术性的反弹 所以技术性的反弹 我基本上会在这个25750突破的话 就是我会买进 就是买进一个短期的反弹 然后再看之前的高点可以被突破 也就是26000以上的这个主力水平 OK 这个就是我怎样如何操作这个美国 OK 所以分析完了五个市场的长期趋势 跟中期趋势 我最后来做一个Summary 我最后来做一个Summary OK 这一边的话 这边再加一个 5 above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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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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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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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突破之前的高点26268以上我会买进 OK 但是如果是转下的话跌破的话 原油的话我会在57.74以下卖空 OK 然后 美国指数的话我会在2526以下或者是2529以下卖空 OK 如果 然后原油的这个短期的 反弹趋势的话59.09以上我会做一个买进的信号for短期的交易 OK 美国的话短期就是25748的以上 OK 所以这一边呢你们可以就是video停在这一边然后就去啊就是做一个记录啦 这个就是我下个礼拜会如何交易 OK 最后很感谢大家聆听今天这一期的这个良一期有就是我们期货的中评 同样的在这个YouTube的下方 会有我们的link欢迎加入我们 然后也分享给更多人知道我们有这个免费的这个 期货平台 OK OK 然后啊 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我们comment pm 或者是联系我们电话号码 011 5353 7589 OK 然后还有我们的private group 跟我们的这个fkli一天的课程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同样的联系我们的电话号码 就是这样 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 谢谢大家 新闻司机会 我们下个星期里的小官数 下一个星期再见 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 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